灯加楼九名男子在没有准证下 私藏三万四千公升的柴油 今天被控上刮啦灯加楼地庭 九人都否认有罪 案件定在下个月过堂 九名被告介于29岁到63岁 根据控状 他们去年7月6号在龙运帕卡 没有准证私藏三万四千公斤柴油 抵触了1974年统治品控制法令 第22之A之1条文 一旦罪成可判最高100万令吉罚款 或监禁最多三年或两者监失 法官允许被告用5000到8000令吉保释金 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案件在下个月18号过堂 本日是法官允许被告用了 第二次是法官允许被告用了 中文字准备判最高100万令吉保产 有人准备判最高100万令吉保产